到颱風的最新動態 卡努颱風在東北部的外海滯流打轉 路徑是詭譎多變 由於引導氣流比較弱 因此今天颱風幾乎沒有移動太多 偶爾呈現不規則的擺動 那麼今天晚間到明天的清晨 是它距離台灣最近的時候 影響也會比較大 氣象局預估 明天清晨還有下午 將會陸續解除路景還有海景 北部的降雨將會趨緩 但是呢西南季風增強 這個降雨熱區將轉移到中南部地區 越晚雨勢越大 台北地區雨勢不斷 卡努颱風外圍環流影響加劇 氣象局預估 週四深夜到週五清晨 最靠近台灣 是風雨最大最強的時刻 不過卡努颱風路徑 還真的是捉摸不定 打轉又亂飄 3號下午一度短暫接觸東北角 之後又彈開 過去它這段時間呢 中心在這附近呢 呈現滯流打轉的狀態 幾乎是不太移動的 不過未來在 深夜到凌晨這段時間 我們估計呢 它還是有略略的偏西之後 然後再向東北方向移動 這樣的可能性是比較高的 那當然呢 它目前的導引氣流比較不明顯 那可能還是呈現一些不規則的移動 週五開始新竹以北風勢大 雨勢漸漸緩和 苗栗以南雨勢漸多 山區有好大雨 被封測的花洞地區影響小 有局部焚風 中南部離颱風相對遠 不過隨著西南風漸漸增強 長時間累積下來雨量恐怕勝過北部 陸地比較可能脫離暴風圈的時間 會落在凌晨到清晨這段時間 那海景的部分可能要稍等一下 要到明天的下半天這段時間 才有機會脫離海景的範圍 但卡魯颱風都還沒離開 奇想專家賈欣欣指出 下週三 週四在西太平洋 可能又有另一個颱風生成的機率 目前預估會往日本東方外海前進 正在熱帶擾動而已 大月就是颱風的旺季 一週一台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這回卡魯颱風軌決路徑 也讓天氣風險分析師直呼 夏天颱風走這樣的路徑 真的太奇葩 颱風季天氣變化多端 將各界持續密切關注記者綜合報導